各位網友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講一下生產力 之前也拍過一集,就是講以前農業社會 生產力等同人力成土地 在工業時代就是機器和廠房 互聯網時代就是數據和算法 你看到在工業革命以前 印度和中國的經濟佔全球是很大的比重 中國和印度佔了差不多六七成 兩個都佔了三分之一 但是自從有了工業革命之後 那個生產可以量產量化的時候 整個世界就不一樣 變成歐美國家可以主導整個世界 最近就是講互聯網時代之後 講到數據和算法 很幸運中國在過去二十年 懂得玩這個遊戲 即是懂得玩這個數據和算法的遊戲 令到它可以搭到這班新的車 現在中國佔的數字經濟是差不多三四成左右 由幾十年前 習主席在福建提倡數字福建 到今時今日提倡的數字中國 它走對了 因為現在的生產力 無論是你種菜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野金也好 都是會利用到數據 即是說以前靠農民的經驗 要撕多少、放多少水 何時要插殃、何時要做什麼步驟 現在已經是全部用了一些IoT 然後經過數據去演算 知道原來這樣的酸鹹度、濕度 對農作物是最好的 這些就是在說數據和它的算法 除了在線上會變成經濟之外 這些線下的實體經濟 亦都是靠數據和算法去增強它的生產力 這個中國是走對了路了 令那些直播帶貨、網紅帶貨 或者是一些靠手機去操作 亦都帶動了中國的經濟 所以為何中國的經濟近這二十年會飛上來 第二 中國它們是有一個叫做跳躍式的增長 就是因為它沒有經歷電腦的年代 一去就變成了5G、手機的年代 對它們來說是一件選中的賽道和走對路 走對路的時候就會自然令你經濟增長大 等同由農業社會轉到工業社會 你走對路變成領先的時候 經濟和GDP的佔有率一定會高 今天想說的生產力演變就到這裏 有什麼可以留意大家聽一聽 拜拜